比较下酒的凉拌小黄鱼 黄鱼把它打好连后去腮去内脏 再用清水清洗掉内脏里面的一些黑膜 还有残溜的鱼腮 清洗干净后把手和刀进行消毒 再用一个干净的砧板 把小葱排轻轻的拍两下再把它卷起来 卷好以后用手压住葱把它切成丝 这个小葱等一下我们用来拌黄鱼 整个手一定要把葱压好否则你的葱丝切不好 葱丝切好后放一边备用再切一点配色的红椒 喜欢吃香菜的可以再加一些香菜 油锅到达180度左右的油温把小黄鱼进行炸制 高油温可以让小黄鱼保证完整不破裂 炸到鱼表面变干发硬就可以出锅 出锅后的小黄鱼稍微把它控干一下油 稍微放凉以后把它撕成小块 现在来调一个拌黄鱼的汁 老干妈三少 一点点的蚝油酱油再给上一些香醋和糖把它搅拌均匀 这个方法是相对比较简单而且是比较好吃的 把它搅拌均匀以后再倒黄鱼里面 先把黄鱼捞拌均匀以后再下我们刚才切好的小葱香菜 在拌的时候不要拌得太久否则葱会腌下去 这道菜是下酒人士的最爱 黄鱼的鲜嫩葱的香 让你大口夺肉大口喝酒 黄鱼的鲜嫩葱